聚焦国际热点追踪实施动态 欢迎来到环球观察室 我是雪丹 日前在美国俄亥俄州造成独列车事件的铁路运营商 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 又有一列火车发生了脱轨事故 事发地位于阿拉巴马州 从网友上传的视频中可以看到 现场有多段车厢脱离了轨道 一些列车横卧在铁轨上阻断了铁路 这已经是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 今年以来发生的第三起火车脱轨事故了 而事故发生了当天 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艾伦肖 则正在国会出席参议院 环境与公共工程委员会的听证会 就俄亥俄州的独列车事件做出说明 美国总统拜登在推特上称 脱轨事故是诺福克南方公司的烂摊子 他们应该负责清理干净 当地政府和国会议员也在谴责铁路公司 为了赚钱而不顾安全 不过政府在谴责企业贪婪的同时 却无视了美国基础设施成就的事实 拜登政府2021年签署的 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 拨款超过1万亿美元的资金 助力基建 但至今也没有看到落实的成果 反倒是列车脱轨和卡车翻车等 各类事故频发 本期节目呢 我们就一起来分析一下 这道路安全反复受到威胁 美国的交通基础设施到底是怎么了 今年2月初 一辆载有有毒化学品的列车 在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交界处脱轨 事故造成了大量有毒物质释放 并对当地的空气、土壤和水资源造成了污染 这起毒列车事件引发了全球舆论的关注 然而就在这起事故发生后不到两周的时间 独列车的东家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 拥有的另一辆载有危险品的火车 在底特律附近也发生了脱轨 6节车厢被甩出了铁轨 而其中一辆列车的车厢内装有液态率 虽然消防部门表示 没有发现液态率泄漏或者是损坏的迹象 但如此频繁的脱轨事故 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担忧 此后又隔了两周的时间 也就是日前3月9日 另一列由诺福克南方运营的火车 在阿拉巴马州的卡尔霍恩县脱轨 在事故现场拍摄的视频显示 脱轨发生后多辆火车车厢挤在铁轨上 有工作人员和起重机在实施救援 卡尔霍恩县治安官办公室证实 约有30节空车厢脱离了轨道 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也不存在任何危险物质的威胁 实际上在独列车事故发生之前 今年美国就已经出现了多起列车 脱轨事故了 仅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境内 就发生了至少三起事故 而加州也发生了两起脱轨事故 截至目前算上底特律和费城各发生的一起 以及在阿拉巴马州 阿拉斯加州 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克萨斯州出现的事故 今年才过去不到三个月 列车脱轨就已经超过十次了 不过这样的数字放在美国并不能让人感到惊奇 因为根据美国交通统计局的数据 平均每年美国会发生1704次列车脱轨事故 而在2022年总共发生了1574起 事故总数还出现了下降 另外根据美国交通部管道和危险材料安全管理局的数据 在2018年至2023年1月31日期间 射击运输过程中出现危险材料泄漏的 共计有1574起 严重事件中 铁路运输仅占了12% 而85%是涉及公路运输的 另外有30%是涉及空运 由此可见 频繁的火车脱轨 还只是庞大交通运输问题中的冰山一角 更多出现在公路上的问题 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就在火车事故频发的期间 2月14日这天 在亚利桑那州的一段洲际高速公路上 一辆运输硝酸的油罐车翻倒在地 喷出一团团有毒的烟雾 亚利桑那州公共安全部 敦促附近的居民留在室内 并表示急救人员出于谨慎的考虑 正努力疏散事发地点周围的人员 当地消防局称他们正在帮助控制 事故现场的危险品和灌木层火灾事件 但没有解释事故的原因或泄露的范围 这起事件也没有引起大量的媒体关注 更没有多少人去追问硝酸泄漏 对当地的民众和环境是否构成了威胁 这起事故如何结案还未可知 但它再次印证了美国道路交通安全存在极大的隐患 统计显示 美国近四分之一的桥梁存在安全问题 其中有10%属于结构缺陷 14%属于功能老旧 超过一半的致命交通事故 与道路设施条件差有关系 华尔街日报做了一笔估算 以今天的货币购买力来计算 布鲁克林大桥的建造成本为3亿美元 而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标价为7.5亿美元 拜登政府跟共和党人较量了几个月 最终达成妥协的1.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 足够建造大约4000座布鲁克林大桥 或是2000座金门大桥了 但现实令人感到可悲的是 如果能建成任何一个新的桥梁或者是隧道或者是主要道路 那对美国来说都将是十分幸运的了 这笔1.2万亿的巨额拨款中 有1100亿美元是用于道路和桥梁 660亿美元呢用于媒体 390亿美元用于公共交通 250亿美元用于机场 这些钱呢看上去确实是不少 但是不是用在刀刃上了才是值得关注的 到目前为止 其中大部分钱都只用于翻新 而不是创新或者说是新建 与此同时呢 环境保护政策 各种的工期延误 以及通货膨胀 工作规则和政治因素 都在影响着资金的落实和新项目的推进 今年1月底拜登访问纽约时宣布 提供3亿美元的联邦资金 用于更换哈德逊河下的铁路隧道 而这只是更大规模改造计划的一个阶段而已 预计整个改造计划要耗资300亿美元 工期呢保守估计需要12年 要知道美国在1930年代 可是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 就建成了连接新泽西和纽约的林肯隧道 按照这几十年的通货膨胀计算 放在今天 这个项目也只是耗资16亿美元而已 尽管在工程 建筑方法和计算机科学等方面 今天的美国较之以往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但现在一条铁路隧道的维修成本 是一个世纪前一条全新隧道建设成本的20倍 而且如果能修好的话 所花的时间也是以往的三倍 如果我们看一下工程时间表 现如今的目标工期是以几十年 而不是几年来衡量的 也就是说想要让这些项目现在成为现实的话 恐怕需要在二战甚至更早之前就要开始做计划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美国的高铁梦 加州呢原本计划修建一条连接洛杉矶和旧金山的高速铁路 穿梦在两个城市间只需要不到三个小时 但十多年过去了 这个高铁呢还处于梦想的阶段 最初的承包商因为政治问题在2011年退出之后 加州这个高铁计划就完全成了纸上谈兵 从线路规划到施工预算 没有一项能敲定下来 加上筹备过程中的土地收购 公共设施搬迁等等问题 要实现高铁梦的成本在不断的累加 从最初的330亿美元 已经飙升至1130亿美元 与加州的情况相似 过去几十年来 纽约的宾夕法尼亚车站翻新工程被多方拖延 美国邮政总局不想为了车站的扩建而放弃邮局的大楼 而与车站联通的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所有者则拒绝让步 目前美国唯一落实的高速铁路项目 就是在佛罗里达州 开通了连接麦阿密和棕榈滩的列车 时速能达到130公里每小时 未来预计将铁路线延长至奥兰多 最快时速能达到201公里每小时 虽然与亚洲和欧洲国家超过3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比 佛州高铁的时速还有待提高 但这已经是美国铁路的骄傲了 不过这个骄傲跟国营的媒体公司没什么关系 因为铁路是由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建造的 华尔街日报指出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新的基础设施伊朗斯计划会将效率置于政治之上 并改变功能失调的现状 基础设施这项对美国未来至关重要的投资 正被视为一个政治乒乓球 大部分资金最后可能会浪费在一些临时工程 或是铺设和翻新旧道路上 施工许可审批制度现在已经失灵了 所谓的环境影响研究则是一个骗局 因为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把项目拖延长达数年 由于一些无休止的诉讼和通货膨胀 建设成本正在增加 工人合同和劳动规则变得无比繁琐 以至于没有私营企业可以在这些规则下运作 要知道美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网之一 曾几何时是多少国家都难以企及的样板 但如今基础设施却成为美国的短板 动辄就出现大规模停电 道路塌陷 列车拖轨这些问题 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支柱 然而美国却任由其基础设施陷入年久失修的状态 如果美国政客依旧将基建资金当作筹码 来换取政治利益的话 届时民众面对的将不仅是列车拖轨后 可能存在的安全威胁 就连美国经济都很可能如同陈旧的铁轨 和坑坑娃娃的公路一样看不到生机 而历届政府所承诺的美好明天 恐怕都只是为了争取选票而开出的空头支票 好的 本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您关注并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 和TV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咱们下期见 欢迎订阅美国中文广播放放松 亏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